行政院长江仪化今天晚上六点亲自召开记者会 以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 说明接下来要召开的经贸国事会议 他也解释为什么不配合学潮诉求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带您来看到江仪化的说法 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谈公民宪政的一些相关问题 而是一方面这并不是现在我们全国国人所最关切的议题 我们现在显然是为了台湾的经贸发展的未来 在焦虑 在讨论 而不是为了我们的武权宪法 或者是总统制内阁制 或者是我们的国会改革 或者是我们的 行政院长江仪化表示 经贸国事会议将会由国发会来负责 4月下旬到5月中旬 会同经济部在北中南东区各召开议场 为期两天的分区会议 6月上旬还会召开全国大会 一个交换的法案或者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